07年多大岁数? 40 为什么没想到成个家呢? 我没有遇到一个我觉得我想娶她作为妻子的人 就是我没有遇到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我想娶她作妻 她想嫁我为夫 没有遇到这个 没找到这种心仪的对象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我对泽友的标准就是我觉得要合得来嘛 您的条件应该是不差您的身高长相 都还可以对吧 经济条件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吧 我没有觉得自己经济有什么问题 就像钱忠叔说的 他遇到洋将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娶 任别人为妻 你还是等待那种机缘 我没有在等待 就是它如果发生 我在那一刻会知道 如果它没有发生 我不去耗费我的精力去想我是不是在等待 或者是我期盼它出现 我不相信那是东西是追求的 你如何追求茫茫人海 你又知道它在哪里 你如何去追求 那您个人内心觉得自己呢 责有标准是什么 责有标准 比如说身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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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这些外在的东西 它终究是一个框架 不是真正与他相处下来 你是否欣赏这个人 认同这个人 你觉得与他相处的愉快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遇到他以后 你跟这个人相处下来 你们真正有实质的接触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是不是这个人 那您 他不是框下来 他不是你要去完成这个任务 你比如说 我要去领一张结婚证 那我要跟什么样的人去领 这样的 就是你的任务是要领这张结婚证 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靠脑子想 我要跟什么样的人去领这张证 那你就会 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这个人 你就会有很多很表面的一些 条条框框条件 我需要他身高是什么 我需要他长相是什么样子的 我需要他的收入是什么样的 我需要他的家庭是什么背景 我需要他的财务情况是什么样的 所有的这些这些 然后 其实能满足你这些条件的人很多 就是如果你能列出这些条件的 那能满足你这些条件的人很多 因为这个社会那么多人 能满足你这些条件的人 其实很多很多 那难道你是把所有这些人 符合的人都取了 还是你取其中一个 那这个不是我对于 婚姻所理解的东西 于我来说 婚姻我所理解的东西是 你们真正能够把彼此的生命 在一起一起去走一条路 那你真正能不能走一条路 不是靠 是靠的是你们心灵的气候度 人神观 究竟这个人想走哪条路 那个人想走哪条路 那 如果是这些外在的条件 能走能够让你们走同一条路的话 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它不是真实的就是真理 那如果你只是为了领这张证 那领这张证作为终点 那你很容易 太容易了 您看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看重的就是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 就是你们接触 随着你们认识 了解 相知相爱 一起走一条路 你是不是觉得你 人生你花这些时间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觉得你是值得的 嗯 给你总结一下 是不是您觉得 他的三观跟你契合 你觉得就不可以了 就是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我不 我没办法说的那么的笼统 和 和 您讲的也 我就是 那么的那么的 就是拔高到三观 这个这个事情上面 嗯 就是一个 你跟他在一起 你是不是感觉 舒服 舒服 对 就是相处 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舒服 对就是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压力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 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 对对没有什么压力 对他认可你 你认同他 他 你们彼此又没有很 会去要求对方为了 为了对方去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他认识的你 就是你这个人本来的样子 是他喜欢的样子 他觉得跟你相处舒服的 他这个人本来的样子 是你接纳的样子 而不是希望对方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没有人能够辨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就是他能不能接纳本来的你 你能不能接纳本来的他 你喜欢不喜欢本来的他 他喜不喜欢你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更想追求的是一种灵魂伴侣 对啊 对吧 对啊 但是要找到林肉合一的伴侣 其实还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我可以没有啊 就是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结婚这件事情 是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他当成是一个任务 所以他在难度高的方 高低中他选择了容易这一档 或者是普通容易这一档 我只需要一个肉体伴侣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在精神上是折磨他们 他并没有让我成活觉得我活得更好 为什么要去要去take 没有道理的吧 您是怎么看待现在大人青年 单身青年越来越多的这个现象 不昏存 这个是个好现象 就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掌控和判断 他不需要依赖家庭 依赖婚姻是吧 他不需要去完成 他为自己做决定 他不需要去完成别人赋予他的 或者社会赋予他的所谓的 你该怎么活 说明社会的包容度高了 自由度高了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人的选择多了 社会多样性了 是这样 我觉得通常贫穷无法娶上老婆的那么一个现象 我可能不对 我可能太片面了 我只是我说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我觉得女孩子 就我也不包括不是所有人 就有可能有些拜金的他不喜欢 肯定是不喜欢贫穷的人 对不对 但很多女孩子不喜欢的不是这个贫穷这个表面这个现象 而是这个人没有一种斗志 没有为自己奋斗 看不出这个男人的未来 对吧 这个男人身上不具备 首先不具备对自己生活的把控度 我想延伸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社会择偶的这个普遍标准问题 就是很简单 那如果这位女孩子 甚至她的母亲 她的父亲 她的家庭 是选择责妇而嫁 那样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你不去选 她可以选择王思聪 她也可以选择 她我说她可以选择不代表人家会选择她 就是她她永远可以选择 比她现有的更物质条件更优越的人 那比如说这个姑娘 她的家庭或包括她自己 因为我觉得择偶啊 我我个人认为我喜欢那种择偶是自己选择的人 而不是父母参合进来 说你应该选个什么样的人的那样 因为我喜欢独立的人 但大部分孩子还是要考虑到父母的意见 对吧 是的 就是这是一个大部分的大部分的情况 然后 我只说我个人喜欢的 因为我喜欢独立的人 我喜欢一个人能为自己做决定的人 一个自己完整 思想完整 各方面完整 错误选择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错误不错误只有自己知道 是自己 别人没有办法评价的 别人觉得你嫁得好好 有多少嫁定豪门的 生活在水圣活日之中的女人 别人都觉得你嫁得很好啊 对不对 心理的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是外人无法评价的 别人只不过多嘴两句八卦一下 羡慕你的羡慕嫉妒恨你的人 你不你你不好了 心里开心心里透着乐 对吧 其实根本跟别人没有关系 然后 那 这些我就 这些看物质条件的女的 那人家物质条件好的 难的 聪 聪明的很 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你又给人家带来什么价值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出轨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吗 就是一个男人在 你你开出了你的条件 就是女的 你所刚刚所说的就无非就是条件 你开出了你的条件 当一个男人想娶你的时候 我在对你好也好 给你提供房子也好 给你提供个窝也好 给你提供豪华的婚礼也好 各方面来好 最终的目的是我要娶到你 那当我娶到你了 你成为了我的女人 我拿我满足了你的这些条件 那就是一个交易完成了 那这个交易完成了以后 无论是我对你的新鲜感过了也好 或者你人老猪黄了也好 就是你提供的是什么 价值是对等交换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等价交换 对的 那我为什么要提供给你这些东西 你提供了什么 那我想 开出这些条件提供这些条件的人 无非是你的美貌 你交好的身材 你的物种繁衍能力 我不相信是灵魂 对吧 那你提供完了 我们交换完了 这笔交易就已经完成了 我为什么要后续的更多投入 我们有一个词叫物贼 一个穷小子嫁进一个 取了一个家庭条件很好的女生 然后变成了我们叫入贼 你就因为别人的条件 然后有一些看不起别人 然后觉得别人占你的光 他你的便宜 然后那这个人他的尊严就没了 就他被别人对待是区分对待的 永远别人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他 你的婚姻会幸福吗 您是不赞成这个男人入队 我不赞成这样去对待别人 我想如果是抱有这种思想的 人也不会是我可以在一起的人 就是说您还是不赞成 就是女方要求 就是您到我家来 对如果他是觉得我家条件好 所以是你嫁过来 或者是你条件好是我嫁过去 这样的想法是不适合我的 有的人觉得我单身 我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我生活更好的对象 我愿意单身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觉得更好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到了别人口就是外人觉得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这不是社会问题 这是个社会现象 现象就是大家 都能够为自己做出选择 现在都普遍能够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从国家的角度考虑 人口的生育率的问题 是他可能是一个国家层面 关心的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 人口问题 但他不应该是个社会问题 您对未来找到自己的伴侣有信心吗 我抱希望 但不是我决定的事情 我没有资格谈论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 所以我说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都是空的 我所谓的信心是一件 你能够掌控的事情 你评估自己的能力 你评估自己能够投入的程度 你才有资格谈信心 信心是这样一个东西 或者是您现在评估您自己的这个条件 我找到 我遇到那个人不是以我的条件问题 当然是你条件 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他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条件 你的身高 你的长相 你的体重 那如果真的有喜欢我 你的思想 本人的这么一个人 那我肯定有信心 对不对 如果我遇不到呢 我凭什么说我有信心呢 老天没有安排呢 这个操之不在我 就是说如果您这一辈子都没有找到 你也无恙无悔 我也ok 我不会后悔 因为这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不用去满足别人对我的要求 比如说别人 我的朋友都会说啊 陶姬你好好的 你 你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 你应该找一个结婚啊 怎么样的 哎不要玩了 怎么样 其实他也不了解我 对不对 他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但我了解我想要什么 我不会因为 别人希望我过什么样的日子 而去过那样子的日子 我知道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是我记得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个婚姻誓 就是突发奇想 然后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我写的是 嗯 我翻译成中文就是 今天站在这个神坛上 我们向彼此许下承诺 呃 我无法承诺你 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 因为世事难量 我唯一能承诺你的是 现在的这一刻 我愿意 就是我不能承诺说将来我们的婚姻不会出现状况 不会发生错误 但我能承诺你的是我会尽到自己的所有的力量 去让这个婚姻变得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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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